匯豬還去騎馬呀 在南非 對 其實因為 因為細智問我說 有什麼特別的旅遊經驗嗎 那我說其實像你說 去冰島看激光 或是說你去阿拉斯加 坐坐那個直升機 再去坐狗拉學校 這些都是你有錢就可以做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旅行 有一種是老天爺給你的禮物 你根本就沒辦法 就是你可能再來一次 你也沒辦法複製 就有一次我我跟我先生 還有他們的朋友 跟你們中國時報的同事 我們去南非 我們是騎馬去找動物 所以我們就騎馬去看什麼長頸路 看犀牛 看斑馬 但是我們就是這樣 結果我這麼認真跑新聞 我們都在跑新聞 你怎麼都一直在旅遊 我們是放假的時候去的 結果那個時候 我們其實你去 其實那個東西其實蠻安全 就是他是有一個leader在前面 然後他就他騎 你就在後面慢慢騎 慢慢去找動物 但是那一天就突然騎到一半的時候 天空突然變黑 然後就突然有開始有閃電 那你想在大草原上 沒有遮蔽物 亦有閃電 其實是很危險對不對 不過中午沒事啊 因為早晚才會有事 對 那所以那個時候 早晚有事 對 那個時候那個 那個領隊就就他的決定 就是我們要趕快回到出發站 然後那個時候變成 而且那時候已經刮風了 所以是雖然夠死命 然後我們就就開始要快馬加鞭的 騎回去 其實我們的行程不是騎馬 可是那一次我印象特別深刻 變成我變成在草原上快馬加鞭 你可以想像那個畫面嗎 就是那種月黑夜飛高 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 那是馬在休息啦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很快快速的奔馳 我突然都覺得說 怎麼自己這麼會騎馬 然後你的同事 他後來也做《光光時報》總編輯 他說因為他身高一百八 然後他騎的馬又特別高 那時候閃電 他覺得他一定是第一個會被打到的 所以他就騎得特別快 就趕快就騎回去 那所以那一次的經驗是很特別的 各自逃命分飛的時候 你老公呢 我老公也自己逃 因為那個馬根本不受控制 我們不是專業的騎士 人生如鳥 同齡樹 大線來死各自飛 但是你平常沒有騎馬之後 竟然可以有速度的這樣子 對 平常沒有騎 可是就是很奇怪就會騎 那個馬 那個馬也想跑 慧文 這個結婚了 也有兩個小朋友 聽說你常規劃全家旅行 我是很習慣旅行 因為我在小時候 我爸媽他們做生意 可是他們只要一有空 他們兩位就是很喜歡出去玩 然後我們每一年一定是過年 因為只有過年可以修長假 我媽都會規劃那個環島 然後我們就一台車 連我阿嬤一起 就是長輩都一起玩這樣 所以我是很習慣去旅遊這樣 那但是現在就是有小孩之後呢 其實有時候你會發現就是玩伴 或是每個人喜歡的真的不太一樣 像我先生呢 他不喜歡爬山 然後他不喜歡露營 可是像小孩有小孩想玩的嗎 小孩喜歡露營 對 但沒有我們家小孩呢 怕蟲也不太愛露營 他們喜歡有一些活動 那像我是喜歡看那個什麼山山水水 可是他們都不愛風景 所以有時候你在安排行程的時候 會稍微要 對 你就是要兼顧每個人的需要 這樣才不會被抱怨 那所以我在規劃的時候 我們都通常是這樣 就是說先決定方向 比方說現在是要去花東 還是去哪裡這樣 那假如說去花東 不能全部都是看山看海這些東西 那小孩很快就會抱怨 他覺得很無聊 那我們就會在中間穿插 如果是墾丁就往南 對 就是 那就是蜘蛛屁股草的地方 你一定要有一些 是讓他可以玩的活動這樣子 那比方說風景區好了 我們就會選那種騎車的 他們就很喜歡 就他一定要有動 他要動這樣子 那去花蓮 我們就會除了這個景點之外 我們像我們之前有找一個 就是他是一個可以溜滑索的 在那個樹冠層 就是通通在那個高檯上面 然後大人小孩都可以 然後你就是 對 你都是要裝備啊 然後要這樣子溜下去 其實還蠻刺激的這樣子 那類似像這種可以玩啊 可以實際體驗的 他們就會很喜歡 對 那像我們去那個日月潭 日月潭很漂亮對不對 那大人也很喜歡風景對不對 不能這樣 這樣子一定會被抱怨 所以像我們上次去日月潭 就有去找這種親子 親子的SUB 那時候幾年前SUB 還沒有那麼流行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去了 而且我們特別選的是日光團 叫日出團 就是三四點的時候 就要起來 然後去碼頭集合 然後你知道小朋友啊 就是他也會有一個隨隊的 那個算是教練 所以是兩台 兩艘 那個SUB一起出去 那這個板比較大 不是個人的 所以你看到後來玩到這個 這太陽出來了 光是 這我用手 這個不亞於 剛剛有人去歐洲那個人 我自己用手機拍的 就是你手機現場就可以這麼漂亮 而且我們的日月潭 是很平靜的對不對 所以他不會有什麼波 然後小孩其實很快就上手 很快他們兩個就自己出去 你看太陽出來之後 太陽出來之後 你看這個景色 我真的必須講 我自己覺得光是拍這些照片 就賺到 因為這個照片真的無價 非常非常漂亮 那當然也是有這個天氣的配合 後面那個是白朗風 沒有 這是我們 我們非常值得驕傲的景點這樣 對 所以其實他這一團 大概就是可以玩個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其實讓小孩我們全家印象都非常深刻 那像我們去日本 我們也是去那個北海道 可是一般人去北海道 可能就上雪 那我們在行程選擇的時候 我們就會留意一下 有沒有什麼讓小朋友喜歡玩的 或是他們喜歡看的 那小孩不是就喜歡動物嗎 所以我們有看到狐狸 他們也印象很深刻 然後在那個雪地上 在阿涵湖嗎 對 就是剛好 釣公里 對 在阿涵湖上面 你一般在臺灣比較少有這樣的體驗 那像我先生他就很喜歡就是 我們選景點的時候或是出國 他不喜歡太跟 這幾度啊 很冷 很冷 我手機都當掉了 因為太冷 冬天去零下三十 零下三十 可是你穿了 其實不會覺得像臺灣那麼冷 對 那我先生他就會覺得說要出國 他很少是去臨近的 或者是都會區 他比較不喜歡 他覺得那你平常生活就差不多了 所以他都會找一些路 反差比較大的 所以像這個我們就去那邊有做 這個冰上的體驗 什麼冰上摩托車 然後我們去看浮冰 釣著魚有沒有回本 沒有回本 魚滑蠻好吃的 而且他有在旁邊好像是烤的 有弄給我們吃 公魚 公魚 謝謝薇薇 對啊 我有問當地人說 怎麼都沒有母的 公魚 是 然後像我們去 那時候疫情稍微解封的時候 我們有去偽出國 就是去那個澎湖 那第一次小朋友 也有坐飛機 對 然後小朋友就是第一次體驗浮潛 我們家小朋友其實姊姊還可以 弟弟就不是那麼會游泳 但是有過這一次經驗 而且我們還遇到海龜 我們的那個教練說 他帶團 他一年才看到四次 我們那一次就被我們看到 就覺得運氣很好 對 你想帶小琉球是你每次去 可以看到四隻 是 然後 女先生我們都沒有看過 叫他把那個摘下來 快點 那我可以提一下 這個其實有一點錯誤示範 是在哪裡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教練有提醒我們說 拍照的時候記得頭髮要撩上去 不然就會像我們這樣子 全部掛在臉上就很醜 其實現在出去玩 拍照真的是一個重點 重點中的重點 像現在的導遊都被訓練到 會幫你抓位置 抓點潛水教練 都會幫你拍照 都會拍 我們去日月談那個 他幫我們做影片 就是他除了教我們怎麼玩那個sub 他還幫我們做影片這樣子 對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介紹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准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